陈浩铭因活服技工系列电视剧一度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而她的婚姻生活也是人们一直关注的焦点 妻子是比自己小16岁的模特 在与妻子蒋丽莎结婚之后 妻子5年之内就抛妇产4次为陈浩铭生下了4个孩子 因此许多的网友表示不解和心疼 年仅32岁的蒋丽莎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 而且之前还获得过2003年湖南新四路模特大赛季军 如今之前的光环已然退去 陈浩铭一点都没有体谅她老婆的艰辛 说妻子年轻时当过篮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很好 不会有什么问题 她表示还要继续生第五胎 许多网友更加不理解 自从妻子嫁给她之后 除了生孩子一点生活乐趣也没有 近日蒋丽莎去探班 陈浩铭却被丈夫陈浩铭推出门外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网友直呼又一对恩爱夫妻被打脸 平时的恩爱纯属作秀 作秀不可怕 露馅才尴尬 陈浩铭一脸懵逼的看着蒋丽莎 完全没有想到妻子会来探班 话说之前都没有通过电话吗 陈浩铭看到后边有摄影师想套件外套 就把妻子推至门外 网友说 只要不是裸正 没啥不可以录的吧 先开门再去穿衣服不可以吗 没礼貌 蒋丽莎拎着大包小包的食材 蹲在门外的样子 网友很是心疼 真是作秀不可怕 露馅才尴尬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